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预期中的冷 对不对 东北季风虽然来报道 但是显然就是威力也很弱 水气带的也并不多 所以稳定 而白天的温度在昨天甚至于 有来到27度 今天北部地区 白天的温度大概是21到26度 但来到27度的可能性 也不能够排除它 好 今天白天各地都相对稳定 那同样的都是因为 东北季风的威力其实并不是太强 所造成的 所以各地稳定 整个西半部地区都是多云道勤 降雨几率都只有10% 只有东半部地区要小心注意了 那么东半部地区 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 因为迎风面的关系 另外在晚间 晚间有一些云系 会来到台湾的上空 那么桃园到台北地区 有可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 这个是傍晚到晚上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的变化 所以如果要晚归的朋友的话 就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但整体来说白天 是相当的稳定 降雨几率都不高 在温度的部分 北部地区白天温度是21到26度 中部地区南部地区22到30度 东部地区是21到27度 澎湖地区是22到24度 目前各主要城市的气温 台北跟澎湖目前是23度 台中高雄宜兰目前是21度 台南以及花莲是23度 那么台东24度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是下跌的 道琼公益指数下跌了211点 刷盘指数是33536点 跌幅0.63% 纳斯达克下跌了127点 刷盘指数是11196点 跌幅1.12% 标普白指数下跌了35点 刷盘指数是3957.53点 跌幅高达0.89% 非城半导体则是下跌了26点 刷盘指数是2728.05点 跌幅0.97% 好美股呢其实已经从上个礼拜四礼拜五 连涨了两天了 那么而且涨幅都相当的大 所以呢今天凌晨原本是开平高 然后接着呢翻黑 那么大概是一个拉回整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 美国联准会官员啊 其实市场现在呢解读联准会的官员啊 常乐观悲观啊 那一窝蜂啊 因为事实上联准会的官员 我看起来他们的说法 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啊 整体来说要顾虑经济情势 所以呢升息的步调是要放缓的 但是最终的升息的目标区 可能会比现在预期的要来的高 会超过5% 那么事实上联准会官员 大概释放出来的讯息都是如此 不过今天凌晨呢 因为美国联准会的理事 这个Wallup啊 他所释放出来的言论 市场将他解读为偏向鹰派 所以呢整个股市呢 就出现了这个下跌 但我觉得比较是涨多了 然后呢出现了拉回的整理 不过这里面值得特别注意的 是台积电 台积电的这个ADR呢 在这个盘中的时候呢 随着美股的翻黑下跌 也下跌了1.4% 但是盘后的ADR 是狂涨了7%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根据最新的申报的文件 因为他们每一季每一季呢 很多的大型的这一些投资基金呢 他必须要申报 像证管会呢 证监会呢 公布他的这一个 所谓13号这个文件呢 在这一份文件当中呢 显示呢 这个股神巴菲特旗下的 波克夏公司 还有避险基金 老虎基金 在上一季呢 新增加买入了台积电 好所以呢 巴菲特买台积电 就使得台积电的股价呢 出现了盘后的大涨 盘中的时候是下跌1.4% 但是盘后呢 是大涨了超过7% 好另外呢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油价 纽约原油期货价格呢 是下跌了3.09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85.87美元 跌幅3.47% 北海布兰特原油 下跌了2.85美元 每桶的报价是93.14美元 跌幅2.97% 主要的原因呢 是这个OPEP 石油输出国组织呢 它11月的最新月报 第五度的下调今年 全球石油需求的预测 所以呢 看起来需求呢 衰退的压力 是比想象中要来的严峻的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这个农粮价格的部分 芝加哥黄豆期货呢 是下跌了0.9% 芝加哥小麦期货呢 上涨了0.55% 芝加哥玉米期货呢 则下跌了0.3% 黄金的部分呢 还在持续的上涨 美元指数期间 凌晨已经反弹了 但是因为现在比特币币圈呢 出现了一些这个动荡 所以呢 就吸引了部分的资金 转向这个其他的替代货币 纽约黄金期货价格呢 最后是上涨了7.50美元 每奥斯的报价是 1776.90美元 涨幅0.42% 白银的期货呢 也上涨了2.06% 铜的期货则下跌了2.04% 把金的期货上涨了0.64% 那至于在美元指数的部分呢 经过连续两个交易日的狂跌之后呢 兼凌晨美元指数从低点 从三个月的低点出现了回弹 上涨了0.53个百分点 来到106.86 当几个主要货币啊 欧元对美元呢 是贬值了0.4% 不过现在还有1.0310美元 对1欧元 英镑呢 贬值的幅度比较多 贬值了0.85% 来到1.1734美元 对1英镑 日元呢对美元也贬值了0.78% 来到了139.85日元 对1美元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三大主要股市呢 都是上涨的 英国金融十八百总股价指数 上涨了67点 涨幅0.92% 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 上涨了14点 涨幅0.22% 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上涨了88点 涨幅0.62% 好接着呢 我们就要来看一下 今天的早报新闻 首先呢就是联准会的理事 我们刚刚提到的华乐呢 他又放出了相对鹰派的消息 他强调市场对于通膨降温 想得太过超前了 他提到说呢 当然我们现在必须要直到 就通膨必须要直到下滑到 接近我们的目标 整个的升息步调才会结束 所以呢目前看起来 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么不会在下一次 或者下两次的会议当中呢 就结束升息 好这是要强调 会继续升息 而且呢这个最终的 这个距离利率的最高点 还有一段路要走 好这个显然呢 这个讯号对于 这个上一次 就上个礼拜呢 美国所公布的通膨数字之后呢 美国市场上面 所反映出来的激情演出 那华乐 他就是要出来呢 稍微的降降温 除此之外呢 美国旧金山联准银行总裁 带立呢也强调最终利率 可能会超过百分之五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就是 美国的联准会的 这个副主席呢 他也提到就是 联准会的整个升息步调 是不会改变的 但是会放缓升息步伐 很快的就会放缓升息步伐 好这个呢是 其实看起来这个慢慢升 升比较久这件事情 其实看起来是联准会的共识 而现在我们看到这个 FakeWatch利率期货呢 目前认为12月升息两码的 几率80% 认为会升息三码的 只剩下19.4% 不到20% 但是呢经济的景气上面呢 仍旧有许多不利的讯号 比如说现在纽约时报呢 传出来这个电子商务的巨拨 亚马逊可能会裁员约1万人 这个是进Meta啦 Twitter之后呢 最大规模的这一个裁员的措施 也是亚马逊可能是史上最大的裁员 另外呢我们看到的是Walmart 现在呢传出来Walmart呢 因为库存太高 要求所有的供应商不得涨价 否则他们就不买 那不只是Walmart 包括了Target 还有包括了亚马逊 都强势跟进 当然这个呢凸显出来 景气衰退的讯号 但是呢也有助于缓和 居高不下的这个通膨问题 好所以我们来看到 国际货币基金呢 他看全球的经济 他现在在印尼巴厘岛 也参加这个G20的会议 他们提出最新的这个报告 而根据他们的报告 他们比10月份的时候呢 更悲观了 10月份的时候 他们已经把全球的经济成长率呢 从2.9%下滑到2.7% 明年的经济成长率 现在预测恐怕连2.7%都不到 那么但是呢 实际上面的数字呢 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计算出来 不过我们看到 欧洲公布9月份的工业生产呢 意外的优于预期 不管是月增是0.9% 年增4.9% 其实都比预期要来得高 不过分析师也提醒 这有可能是一个单月效应 因为10月开始呢 欧洲很多的能源都要涨价 所以呢赶在能源大幅度涨价之前呢 9月份出现了一波的赶工 好另外我们要注意的是 东协5个国家包括了印尼 马来西亚新加坡 菲律宾以及泰国 这5个国家的央行呢 昨天在巴厘岛那么宣布 签署了备忘录 要就区域的跨境支付连线 进行合作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金融整合的一个讯号 那这5个国家 其实经济规模加总起来 就相当大了 包括了印尼 马来西亚 新加坡 菲律宾 以及泰国 那这个后续的效应 值得观察 好另外在中国大陆的部分 两道命令 其实呢 对中国大陆的这个经济影响 非常的大 一个呢 当然就是防疫措施上面呢 开始进入优化的防疫防控 然后第二个呢 是对于房地产的部分呢 协助房地产企业解困 那么推出了16条措施 那么在16条措施之后呢 我们看到现在传出来 人民银行要求说 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在年底之前 至少要提供房地产企业 4000亿人民币的 这个新增加的融资 来避免这个 房地产企业的 这一个它的情况 越来越恶化 那么不只是如此 其实呢 之前呢就已经传出来 要求国有银行 必须要提供 到年底之前提供 至少6000亿人民币 好所以国有银行 6000亿 股份制的商业银行 4000亿 合起来到年底之前呢 要求要提供房地产企业 至少一兆人民币的资金 这是很明显的一个情况 好另外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在这个20条的优化防疫防控这个措施之后呢 昨天包括了陕西福建 江西安徽上海都取消了核酸检测 所以看起来整个政策呢 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转向 所以我们看到呢 在股市的部分 昨天陆股是拉回 但是港股继续的上涨 但是呢会市的部分呢 则明显看到反弹 人民币的中间价 两个月来的高点7.0715人民币 对亿美元 好在陆港股的部分呢 陆股的部分昨天是下跌 上阵综合指数下跌了3.89点 小跌了0.13% 深圳城市下跌了26点 跌幅0.24% 香港恒生指数 则是上涨了294点 收盘指数17619点 涨幅1.7% 好接着我们看到台北 台北股市的部分呢 那么股会双涨 股市的部分呢 持续性的上涨 上涨了167点 收盘指数14174点 涨幅高达1.19% 这连续性的上涨 已经将台北股市呢 至少从低点推升 超过了1000点了 那么尤其是外资 昨天继续的加码 375亿元 而在这个会市的部分 也看到外资的汇入 那么外汇银行呢 估计昨天呢 外资汇入的资金 超过12亿美元 那么使得新台币呢 一口气 升值了2.94角 那么报这个 这个整个整个汇价呢 来到了这个31.116 昨天的成交量呢 爆发到了33亿美元 好另外我们看到 上市柜的前三季哦 创下了历年来的最高记录 但是第三季呢 1.14兆 虽然比上一季来的多 可是跟去年同期相比 小幅度的衰退了 3.39% 如果要展望第四季的话呢 可能情况呢 也不能够太过的乐观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节目现场了 2.15兆 1.15兆 2.21兆 2.25兆 3.25兆 1.25兆 2.25兆 2.28兆